Hello Hi 大家好 熟狗的朋友 恭喜發財 大富大貴 我今天講到1970年 53歲熟狗的朋友 喂 今年在老虎年怎樣養 今年肯定是好東西 不過呢 之前怎樣說呢 很多東西都會得到手 不過財利的東西來說 又得又失望 所以在虎年裡 你把握時機來說 大致上就沒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是一個不小心來說 一指錯 滿盤皆罵梭 我跟你說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熟狗的人一直來 都是很順和的 而且做人是很nice 那你說什麼呢 你都會接受聽別人去說 但是一時有些人 有心搞衰 或者他各人的主見 他講到怎樣好 尤其是做生意 或者是做某一種事物 他都說得非常好 但是你想清楚 又想前又想後 你不要聽到別人說 嘩 他怎樣好快 那樣東西可以 可以的 投資的方面 是可以玩的 尤其是買這個外幣 外匯 炒股 你就要看清楚楚 你不要沉迷於 阿美在那裡賭錢 你會損失的 我跟你說 不過呢 熟狗的人今年 有煩悟鬼 我和你的圖文白虎 這兩樣東西在這裏 通常喉嚨的方面 五十三歲的朋友 一九七零年 喉嚨會成人不消 我和肺的方面 就要注意一下 你明白沒有嗎 生冷的東西 不要吃那麼多 如果真的是 以氣的東西來說 煎炸的東西 也不要吃那麼多 我盡量自己要 驚一下 不要說我不給你貼士 不然到時 一個大病來 就浪費很多錢 又要看醫生 又要自己受苦 所以做什麼都好 工作上 要防止 不要太大意 會弄到有受傷 一時怕有意外 駕車方面也是 這樣呢 駕車方面來說 可能也有少少的奢和 或者有官司前身 都會有 因為今年有這個 這個衰星 有什麼衰星呢 有這個伏師在這裡 和子貝 和劍鋒 和官父星君 都在你的輸出 不過不用怕 都是逢空化吉 都有貴隱出現 因為今年來說 你有張聲的金櫃 三台張聲 會輔助你們的 所以我在這個 苦年裏面 又好也有壞 但是不會差到哪裡 所以53歲的朋友 做什麼都好 要協調一下 做工 和同時配合一下 甚至如果你是做老闆 和下屬協調一下 配合一下 不是你做老闆 你大了 為什麼呢 有些人做得很久 他會比較瘋 為什麼呢 行風 那些伙計 你不要跟他瘋 所以自己要看清楚 隨便單一眼來講 他說什麼就是 順一下去意 讓你爽一下 他會幫你 下力賣命 下力賣力 所以他會做得更好 給你 因為在淑久的人 一直來都有貴隱協助理 這麼多十年來都 所以看是多還是少 但在苦年裏面 都不差到哪裡 不過呢 這個財運方面 都差不多 橫財 也有幾好下 今年 所以看你自己得不得到 你不要激氣 不要怒氣 免得激傷你 這條忠氣 就喝炮心 沒有意思 現在喝西洋心 都要保護回 不要說我不給你貼事 所以1970年 53歲的朋友 做什麼事都好 都要注意一下 明白 可能身邊都有些親朋戚友 今年都有白事 在你身上發生的 所以你自己就執室 打醒 十二分精神 不過呢 今年的人緣非常的強 非常的多 非常的好 所以要記住了 53歲的朋友 1970年 好了 不跟你說這麼多了 恭喜馬財 在這裡了 拜拜